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这句民间谚语 一斗穷二斗富 三斗四斗卖豆腐 五斗六斗开档铺 七斗八斗把关做 九斗十斗享清福 到底是什么意思 斗和波及到底预示了什么样的命运呢 一、一个斗 从我们的首相上来看 如果手上有一个斗人 通常都是很有能力的人 他们在遇到一件事的时候很坚决 所以这类的人通常都是能成大事的人 首相有一个斗 一般做事坚定 而且心理素质好 可以成大事的人 古人说 一斗穷 就是因为一个斗的人武断 容易受挫折 玉柱文也是起起伏伏的 不过后期总能东山再起 首相一个斗 如果能配上掌文双智慧线 智慧线也叫人文 定能成大老板 婚恋最佳搭配 两个斗 七个斗 十个斗 二、两个斗 如果有一类首相有两个斗的话 那么他们通常性格是温和善良 他们对人很真诚热情 在未来生活中 他们的人际关系很好 又有很多的贵人员 如果你首相有两个斗 多数性情温和 人际关系很好 在遇到瓶颈的时候 常有贵人相助 你多是朋友圈中的纽带 情商高 聚会多是你组织 但是做事缺乏魄力 如果做生意的话 最好和斗掌的人搭档 这样成功了最高 斗掌人有魄力 跟你是刚柔搭配 如果你自己就是斗掌 就再好不过了 婚恋最佳搭配 一个斗 八个斗 九个斗 三三个斗 一般来说 首相上有三个斗的人 通常都是运气很好的 他们聪明伶俐 在学业上也是成绩很好 在未来事业上 也是有很强的赚钱能力 三个斗的一般运气都很好 头脑聪明 学习也好 生活中的学霸类型 上的大学都不错 多数工作后是中层领导 三个斗的 如果想创业成大老板 需要一点格局 婚恋最佳搭配 四个斗 六个斗 七个斗 九个斗 七 有四个斗 如果是同一只手 表面清晰 内心孤单 以个人为中心 完美主义者 爱情有很多曲折 两只手的人 低调 是个理性 才华的人 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你 更主要的是 爱情是顺风顺水 适合写作领域的发展 婚恋最佳搭配 三个斗 五个斗 八个斗 五 拥有五个斗 在同一只手的人 个性很强 对现状永远不满意 所以很多事情 都不令人满意 只有与一个斗的人 二个斗的人 三个斗的人 和四个斗的人合作时 一切都会顺利进行 这种人对爱情不苛刻 一点点温柔就知足了 在两只手人善良 善解人意 温顺和有耐力 好运方面也不错 在恋爱中 喜欢沉迷于一性的偶像 婚恋最佳搭配 一个斗 两个斗 三个斗 四个斗 七个斗 六 拥有六个斗 左手比右手多一些的人 雄心勃勃 喜欢想 思考 青年之前不顺 中年过后 好运飞涨 这让周围的人羡慕不已 故乡外发展为理想场所 对异性的要求是矛盾的 最低也最高并存 左手少一些 右手多一些的人 经常情绪激动 自信和自卑同样并存 成功需要外部帮助 爱情是稳定的 没有过多的高潮 一生拥有幸福的生活 左右相等的人很开朗 爱幻想 太多的担忧和缺乏安全性 实际上 这种指纹是幸运的 而且大多数都是杞人忧天 但是爱情上多有挫败感 婚恋最佳搭配 三个斗 六斗 九个斗 十个斗 七 七个斗 左多右少的人是内向性 脾气不太好 为了自己的目标 能够持之以恒 未来功成名就 不过不适合作王 只适合作下 切记要在恋人和家庭方面 多投入一些 此类指纹的女性 在爱情上渴望英雄 配偶往往平凡 不过一生平安幸福 左少又多 敏感型 对很多事了如指掌 只是不愿意表达 个别是狂热 骨子里对人友善 却总是被人误解 遇到不合适的异性二人 矛盾不断 遇到合适的异性一拍即合 婚恋最佳搭配 一个斗 三个斗 八个斗 八 八个斗 左多右少的人看似平和 实则挑剔 时而快乐 时而忧郁 好运气总是在期盼中不来 无意中却得到多多 感情丰富 身体健康 在爱情上是不现实的人 左少又多的人 自尊心强 有志气 性格双重 和周围人比起来 运气总是不佳 不过只要努力 最后你的成绩 注定超过那些运气 更好的家伙 对爱情最执着 左右相等的人善良 中年之前运气不佳 需一个斗相助 才能变被孕为幸运 在爱情方面 幻想多于行动 婚恋最佳搭配 两个斗 四个斗 七个斗 十个斗 九 手掌拥有九个斗 左手掌多 右手掌少 热情 积极 理解力强 灵活 激动和富有同情心 不喜欢追人 喜欢被追 右手掌多于左手掌 理想崇高 离现实最远 最适合成为情人 十 十指全围斗 这种人很有上进心 自尊 不愿意向别人投降 因此 有时他们不合群 倾向于与他人发生冲突 由于这种个性 当情况顺利时就可以非常顺利地完成工作 一旦行事变得艰难 他们往往会走自己的路 先在牛角上 保持原状 拒绝接受失败 最后形成羚羊触犯义无反顾的情况 具有十个斗的人 具有很强的主观意识和自我中心感 他们有一定的个人理论 他们喜欢管理 指导和影响他人 他们经常坚持自己的见识 一旦决定了事情 就很难说服 吃软而不硬 只要确定了目标 就会有很强的野心 会全力以赴 没有达到目标 就不会放弃 有遇到困难时 适应和处理各种情况的能力 行为和做事非常独立 重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并希望他们能够被实施 十一 实质权位拨击 这种人是诚实的人 他们如实 真诚对待人 他们从不欺骗他人 他们在所有事情上 都努力工作 脚踏实地 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灵活性和顽固性 所以他们多艰辛 无法顺风顺水 但最终 他们会天随人愿 拥有此类指纹的女性 具有温柔的个性 和真诚的感情 尽管他们过着平凡的生活 但会有一个幸福而甜蜜的家庭 十个手指为波及型图案的人 具有服务的精神 易于交流 并愿意接受他人的建议 善于帮助他人 有时会忽略自己的内在需求 很难说不 害怕让别人失望 通常只有在为他人服务时 才显示自己的技能和技巧成功 对他人的感受和需求 有自然同理心 日常生活中相对宽松 宽容 适应环境能力强 内心非常关心他人的情绪 高度协调 不喜欢冲突冲 不愿干涉和支配他人 较强的观察能力 易于看清别人的优点 但容易忽略自己的亮点 高度敏感 非常关注自己的行为和位置 在他人的思想中的影响 以及表现出公众期望的行为 模式的行为 容易信任他人 很少有人怀疑他人的动机 因此很难找到他人行为 背后的隐藏含义 手指上的抖和波及 能看出一个人运势 也可以从手上看出一些疾病的信息 比如如果一个人的手掌 出现片状充血 红点 斑块等 要小心肝脏出现问题等 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 同时 我们也应该珍惜自己的生活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